長 長 以前有經過一個奇怪的理論 說有些字啊 如果可以表現的話 表現那個字的意思 譬如說長 可能寫長一點或怎麼樣 對這個倒是沒什麼特別的想法 我覺得偶爾為之可以啦 有些字啊 寫書法的時候 有些情況說啊 看起來跟那個字的意思是一樣的 胖故意寫肥一點 偶爾這樣寫可以啦 但如果你每次都這樣寫 那你就是在套公司 那如果套公司你就會發現 這字並沒有你想像好看 因為只要到這個字 大家都沒意外你就會寫 胖永遠都寫肥肥的 沒有任何意外 那這樣藝術就有點 索然無味啊 有時候藝術啊 會出乎人家意料之外 當然是驚喜啊 不是驚嚇 每次都做一些東西嚇人 哇出乎意料之外 那我最會 我每一筆都出乎你意料之外 每一筆都醜得嚇死人 那這個不算喔 還是要建立在美感上面的出乎意料之外 驚喜啊 不是驚嚇 那現在的醜書啊 其實就是我所謂的 常常會讓人家出乎意料之外 那這時候就牽涉到說 這個意料之外是醜的或沒的 這時候就有爭論啊 喜歡醜書那一派 覺得那個是很好的創新 那是一種驚喜啊 看得到人家高興 不喜歡那種醜書的人 就會看那叫驚嚇恐懼啊 嚇死人 這樣叫寫字嗎 卸讀書法啊 這藝術到這個就會分歧 有人認為好 有人認為不好 那這時候你就是選邊站 也不可能說 你兩種都要會 哎呦 我覺得不太可能 像我可以接受醜書的概念 但我不會想去特別從事這種醜書的方面創作 偶爾為之可以 就是說比如說 像我們在展覽的時候有時候有主題啊 那你就必須要針對主題來做 那時候有時候會刻意的把它寫的 跟平時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偶爾為之可以 大多數的時候我不會這麼寫 不會這麼寫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的那一個方向 不可能兩面都討好 你討好這一邊 另外一邊你就不滿意啦 就像那個生活上 你討好的政策 如果討好的資方 資本主義 那勞工的就不滿意啦 你怎麼可以偏袒他 那你偏袒的勞工這一方 資方就不滿意啦 那你這樣不讓我們賺錢 然後我們怎麼聘員工呢 所以很難說 我做一個政策 勞工也很高興 然後老闆也很高興 哪有可能啊 這不太可能 只是找平衡點而已 所以像我大部分還是走古典的啦 我還是喜歡古典 那當然 我不走 現代那種 現代書衣那種方式 但是並不代表我不嘗試喔 還是有些作品 我們會試試看 到底他們在想什麼 做完以後就會知道 喔原來他可能是這樣想 他想的跟你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尊重 藝術啊 很多時候是要尊重別人 但是做自己 尊重歸尊重喔 我很尊重你喔 可是我沒有說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做喔 尊重別人跟說要照做 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我尊重你 然後他就會覺得 那你既然尊重我 你要照我的方式 喔不是喔 尊重是尊重你的行為 你的想法 但不是說我一定要照著你做喔 那比如說我反對你 我反對你這種行為 我不喜歡你這種行為 但是你也沒有必要 一定要照我的方式來做 喔 重點是 一種邏輯啦 我反對你這種方法 寫書法 但你要用這種方法寫 我也莫可奈何 因為這個 沒有牽涉到對錯的問題 是你喜歡這樣 那我也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做的是 違反法令的事 那當然不行啊 比如說你把你的東西 塗在人家家裡的牆壁外面 那不行 那是我家的牆 你不可以塗 我有絕對的權利禁止 但是你塗在你家的牆 寫在你家的牆 那當然沒關係啦 所以我都把寫字當作什麼 當作一種 生活 就是我寫字 那我生活要怎麼生活 那是我家的事 不要再講說 那個誰說要怎麼寫才對 你怎麼沒有 奇怪 我要過這種生活不行啊 啊不行 你要過 你這樣子會走偏了 哇 沒有走回正道 哇 你的正道跟你怎麼知道 你走的是正道 邪魔 邪魔外道也都覺得自己是正道 你要搞清楚 所以他們要 你罵他邪魔外道 他自己覺得自己是正道 所以他拼命的發展他自己的 邪魔外道 因為他不知道他是邪魔外道嘛 他認為這是正道 他認為正道是邪魔外道 這是有可能的 每個人都各自追求你自己喜歡的 那個喜歡的你就認為是正道 哇天啊 他犯了什麼錯嗎 為什麼左右差那麼多 表示這裡不是肉字就是字寫太小了 唉剛才休息了一下 果然每次休息手感就會不太一樣 差了一個半的字啊